弟兄姐妹 早安 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主日 我们可以在一起敬拜神 因为我们所敬拜的是从死里复活的主 耶稣已经复活了 坟墓是空的 但是对于当时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们 他们在没有见到复活的耶稣前 他们的处境是怎样的呢 他们相信耶稣的复活吗 让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 我们一起来念 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 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 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 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 一个在头一个在脚 天使对他说 妇人你为什么哭 他说因为有人把我阻挪了去 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 看见耶稣站在那里 却不知道是耶稣 耶稣对他说 妇人为什么哭 你找谁呢 玛利亚以为是看缘的 就对他说 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 请告诉我 你把他放在哪里 我便去娶他 耶稣说 玛利亚 玛利亚就转过来 用希伯来话对他说 拉波尼 耶稣说 不要摸我 因我还没有升上去 见我的父 你往我弟兄那里去 告诉他们说 我要升上去 见我的父 也是你们的父 见我的神 也是你们的神 摩达拉的玛利亚就去 告诉门徒说 我已经看见了主 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话 告诉他们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 门徒所在的地方 因怕犹太人 门都关了 耶稣来站在当中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说了这话 就把手和勒旁指给他们看 门徒看见主 就喜乐了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拆遣了我 我也照样拆遣你们 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 你们受圣灵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那十二个门徒中 有称为迪士玛的多玛 耶稣来的时候 他没有和他们同在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 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多玛却说 我会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用指头探入那钉痕 又用手探入他的勒旁 我总不信 过了八日 门头又在屋里 多玛也和他们同在 门都关了 耶稣来 站在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 就对多玛说 伸过你的指头来 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勒旁 不要疑惑 总要信 多玛说 我的主 我的神 耶稣对他说 你应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 就信的有福了 耶稣在门徒面前 另外行了许多神迹 没有记载这书上 但记这些事 要叫你们信 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 得生命 所以从经文我们可以看到 在门徒见到 复活的耶稣前 其实他们是不相信 复活的 他们不相信 那我们说 今天的经文有一个背景 怎么个背景呢 那耶稣 跟随耶稣的门徒 除了那十二个门徒以外 其实还有一些是妇女 那包括摩达拉的玛利亚 这一位 那他一早呢 来到坟墓那里 原来是用要香膏来 高抹耶稣的身体 尸体 但发现坟墓是空的 那他就去告诉 彼得和约翰 那彼得约翰就过来看 坟墓确实是空的 那约翰呢 相信耶稣不在里面 复活了 但当时他们还不明白 不明白耶稣 照着旧约圣经所说 必要从死里复活 这件事情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那也就是说 即便是彼得和约翰 当时也不真正明白 不真正明白耶稣被钉尸之家 并从死里复活 后来升天 这整个过程 就是成就神在创世之前 这个救恩的必然过程 他们因着不明白 那所以就回家了 什么也不用做 就回家了 但玛利亚没有走 这就是今天经文的背景 玛利亚没有走 她在干什么呢 经文说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 我们说这是一个哀哭的门徒 她为什么 她心里忧伤 忧伤是因为 所爱的主耶稣 曾经施行各样的神迹 也从玛利亚身上赶出七个鬼 明明拥有大能的权柄 但是却被钉在十字架上 死了被埋葬了 所以玛利亚的忧伤当中 带着无奈 自己想用香膏来高抹耶稣的身体 却发现坟墓是空的 所以在这无奈当中也很沮丧 这就是玛利亚当时的心态 她哭的时候 低头望坟墓里面看 就看到两个天使穿着白衣 在耶稣身体地方坐着 一个在头一个在脚 那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看到 耶稣的降生和耶稣从死里复活 都是有天使的介入 那有天使的介入表明一件事情 表明神借着耶稣 拯救世人这个救恩本身 是超越人理性地想象的 这个不是人的作为 这个是神的作为 天使也都服在神的权柄之下 成就神的旨意 天使这边就问玛利亚说 妇人你为什么哭 她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 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所以从玛利亚的回答 我们就知道 她当时不相信 耶稣已经复活了 还以为别人把 耶稣的尸体 拿走了 其实即便面对 复活的耶稣 玛利亚也没有认出来 说了这话 她就转过身来 看见耶稣在那里 却不知道是耶稣 耶稣对她说 妇人你为什么哭 你找谁呢 玛利亚还以为 复活的耶稣是看缘的 就对她说 先生若是你把她移了去 请告诉我 你把她放在哪里 我好去娶她 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 耶稣从死里复活 他拥有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是荣耀的身体 虽然先前 耶稣与门徒们在一起 有三年半的时间 但面对复活的耶稣 这些门徒 包括玛利亚 却不是马上能够认出来的 可能两个方面原因 或许他们还没有从 耶稣被钉十字架 这件事情的震惊当中出来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不相信 耶稣必然要从死里复活 同时 如果没有主 开启人的心 让人眼睛看见 自己就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其实没有人 能够真正看见 并成为耶稣复活的见证 没有人 若不是主 开启人的心和眼 所以在这地方 玛利亚把复活的耶稣 当作看缘的 那其他的门徒如何呢 其他门徒在害怕当中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 晚上 门徒所在的地方 因怕犹太人 门都关了 那害怕犹太人什么呢 耶稣被抓 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那原先门徒们 跟随耶稣 还指望耶稣在地上建立王国 可以左层右巷 现在连耶稣都死了 就毫无指望了 门徒害怕 他们害怕 曾经因为跟随耶稣 就受牵连 被抓 被审判 甚至也被弄死呀 当然 哀哭害怕的对背后 都是把耶稣的死亡当作结束 所以在见到复活的耶稣前 门徒们并不相信 耶稣会复活 那圣经接着 记载一个叫做多玛的门徒 就把这种不幸 完完全全地显露出来了 我们说这位是叫疑惑的门徒 多玛是耶稣拣选的时候门徒 当耶稣来的时候 就是显现的时候 他没有和其他的门徒在一起 那些门徒 其他门徒对他说 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但是多玛的回答是怎么样 多玛却说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定痕 用指头探入那定痕 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 我总不信 其实多玛的疑惑 你不要认为他真是一个多疑的人 因为从常人眼见为师 耳听为虚的立场 他这样的想法是合理的 换作其他的门徒 若耶稣显现不在场 其实他们的想法和多玛也差不多 因为圣经记载告诉我们 在马可福音那边 摩大拉告诉其他的门徒 耶稣已经复活了 他们也不信了 他们听见耶稣复活了 说被玛利亚看见 他们不信 所以多玛这样的不信 从人常人的角度 理性的角度 合理的 尤其像他这样眼见为师的人 从他的回答里面 他要用手来探入他的肋旁 我们就看到 其实多玛 在耶稣被钉十字架 死的那一刻的最后场景 他一定在 他是远远地站着 所以他才能知道 耶稣死了 然后被冰钉拿镖枪扎在肋旁 所以他知道死 耶稣死了 所以现在说耶稣复活了 他就不信 从人的理性角度是合理的 但从信心的角度 多玛的疑惑就见证了 他内心没有相信 没有相信耶稣曾经事先 对门徒们说过的话 耶稣事先说 他自己要被处死 三日以后要复活 是一再预言的 其实 哀哭害怕疑惑的背后都一样 在见到复活的耶稣之前 门徒们还没有真正相信 耶稣会复活 同时 门徒们对于记载在圣经当中 神借着众先知 所做的预言 弥赛亚代替人受害 并要从死里复活 这个应许 其实 他们不明白 也不真正地相信 那这个就是 耶稣复活前 门徒们的写照 那弟兄姐妹 我们要一个反思 你和我今天 是已经知道了耶稣复活 而且相信了耶稣复活 当我们在生活中 面对各样难处的时候 好像没有出路了 我们心里面也会忧伤 也会沮丧 也会失望 也会害怕 甚至疑惑 因为天要塌下来 认为过不去了 但这时候 要有信心 主耶稣是复活的主 连死亡对人的挟制 都已经被得胜了 所以不要慌了手脚 要安静心 要让主的平安 在我们心中做主 专言仰望主 他说 他的恩典够用 当我们转向主 神必定要开出路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反思 那门徒们缺乏信心 我们说在哀哭 害怕 疑惑当中 但主耶稣对门徒的爱不变 主耶稣要一一地翻转它们 那我们来看 接下来耶稣 复活的耶稣显现以后 这些门徒们怎么被翻转 玛利亚就从哀哭到见证复活 前面他是 把复活的耶稣当作看员的 他在哭 那接着呢 主耶稣 耶稣说 玛利亚 玛利亚就转过身来 用希伯来话对他说 拉伯尼 拉伯尼就是夫子 也就是老师的意思 他这时候反应过来 这一位不是看员的是 复活的耶稣 这就像主耶稣 曾经在约翰福音那边讲 他要按着 明叫自己的羊 把羊领出来 羊也听他的声音 但是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先前 玛利亚认不出耶稣 也听不出耶稣的声音呢 这时候就能反应过来呢 只有一个原因 是主开启了玛利亚的心和眼 所以玛利亚就回答说 拉伯尼 那拉伯尼 其实以前主耶稣 可能就是这样呼叫玛利亚的 玛利亚就是这样子 平常来喊耶稣的 那这时候耶稣对玛利亚说了一个话 耶稣说 不要摸我 这时候 不要理解错了这段经文 耶稣说不要摸我 不是耶稣这时候摸不得 碰不得 不是 是因为玛利亚想抓住耶稣不放 生怕烧不留神 耶稣就不见了 那玛利亚期待什么 期待耶稣就像以前三年半一样 跟门徒们常常在一起 但是复活的主要按照神的心意 要按照神的计划来行事 主耶稣代替人死 并且从死里复活 复活升天 回到道成肉身以前的荣耀当中 并且赐下圣灵 给信靠他的人 这整个过程 这一切 是神在创世之前就设定的 所以每一步都要按照神的计划走 玛利亚过来 想抓住耶稣不放 那耶稣还要继续神的拯救计划 他就告诉玛利亚说 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 你往我弟兄那里去 告诉他们 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 也是你们的父 是我的神 也是你们的神 所以复活的主耶稣 他还要升天 他升天之前 不仅仅要向玛利亚写线 他还要向那些门徒们写线 还要向那些门徒们颁发使命 所以主耶稣告诉玛利亚 自己将要升天 主耶稣特别是恩 让玛利亚成为耶稣复活的第一个见证人 他需要做的不是抓住耶稣不放 而是照着主的吩咐 去告诉耶稣所拣选的那11个门徒 因为耶稣要借着他们所有的门徒成为他复活的见证 所以主耶稣在这地方说 你往我弟兄那里去 告诉他们 主耶稣说 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 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意思是说凡信靠耶稣 基督的门徒都成为神的儿女 因着救恩的成就 正如罗马书8章29节所讲的 神玉先所知道的人就召他们来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所以往我弟兄那里去 不是指往那些耶稣的 我们说玛利亚的其他的几个孩子 不是 是指往门徒那里去 那接着我们就看到玛利亚的回复 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 我已经看见主了 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话告诉了他们 所以玛利亚是完全顺服主的 他照着主的吩咐 把耶稣复活的消息告诉门徒 也把主叫他转达的话告诉了门徒 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就从 忧伤沮丧哭哭当中出来了 因着看见复活的主 他就被翻转过来成为 耶稣复活的第一个见证人 那其他那些害怕的门徒呢 从害怕我们说到喜乐 那天晚上我们说 他们怕犹太人 门都关了 在这个当中 玛利亚告诉他们 他们也没信 那主耶稣知道门徒们的处境 心中害怕 主耶稣要主动向这些 害怕的门徒显现了 那经文就告诉我们 耶稣就站在当中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说了这话就把手和雷旁指给他们看 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耶稣把定横的手 把雷旁被标枪扎的痕迹给他们看 是要让门徒们确定 自己就是那一位被定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是真实地从死里复活了 那有一个细节我们要留意 经文特别告诉我们说 门都关了 但门都关了 耶稣可以进来啊 那就写明 复活的身体 耶稣是个荣耀的身体 可以穿越果实部 也可以穿越墙体 是不被物质所约束的 那门徒现在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 当然就喜乐了 为什么 因为先前门徒认为 耶稣死了就结束了 自己跟随耶稣三年半 白跟了 完了 那现在看见复活的耶稣 就确定自己所信靠 所跟随的这位主 连死亡都可以得胜的主 他就是基督 就是神的儿子 主耶稣才是掌管一切的 当然就喜乐了 这也是主耶稣先前应许的 当你们以后还要再见我 是指再见复活的耶稣 你们就有喜乐 这个喜乐 没有人能可以拿得去的 这时候是真正的喜乐 在这地方我们一看到 主耶稣两次提到 愿你们平安 这个不仅仅是 人见面之间的一种问候 连着两次不是这个意思 更重要的是 让门徒们清楚知道 耶稣先前所应许的 要把主他自己的平安 赐给门徒们 那如今这个应许就成就了 因为真正的平安 是人要与神和好 人能与神和好 在于救恩的成就 只有当救恩的成就 人的罪应代罪蒙赦免 人罪蒙赦免 才能够与神和好 人与神和好 心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 所以主耶稣两次说 愿你们平安 那这失罪的平安 不仅仅要赐给这些门徒呀 也要赐给 所有相信的人 要借着这些门徒 把这个平安 赐给所有相信的人 所以主耶稣要 差遣门徒的 说父怎样差遣了我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主耶稣要借着 差遣这些门徒 把神要赦免信靠 祂的人 赐他们平安的恩典 传扬出去 见证出来 所以主耶稣说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那接着经文告诉我们说 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吹一口气 说你们受圣灵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向他们吹了一口气 这个场景 熟悉圣经的都知道 在创世纪里面 神创造人 用泥土造人 将生命之气 吹在人的身体里 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那信靠耶稣基督的门徒 是新的创造 主耶稣的这个举动 就写明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这是一个新的创造 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都要从神领受圣灵 所以你们受圣灵 这个不是指门徒 当下受圣灵 而是指门徒 必将领受圣灵 因为从圣经记载 我们知道 门徒们后来 在这四十天以后的五行节 才领受圣灵 那也只有当门徒们领受圣灵以后 门徒才拥有权柄 就照着主的差遣 去为耶稣基督的福音 做见证 当那个时候 相信耶稣基督福音的人 罪就蒙赦免了 不相信的人 硬着不信 罪不蒙赦免 就被留下了 所以门徒是在圣灵的带领下 参与福音的见证 真正让罪蒙赦免的是神 是福音 那你们赦免是因为 门徒只有顺服圣灵的带领 就成为 后来信主之人 罪蒙赦免的器皿 所以才能说 你们赦免谁 是因为门徒顺服圣灵的带领 成为福音的见证 那接着我们看 多玛的情况 从疑惑到相信 他刚开始不信 主怜悯 怜悯人 要翻转向多玛这样的人 经文告诉我们 过了八天 多玛在 主耶稣再一次显泄在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 就对多玛说 伸过你的指头来 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 重要心 所以多玛说的话 主耶稣 好像身体不在那里 但主耶稣都知道 因为主耶稣 复活的主 无处不在 主耶稣邀请多玛 你过来亲自地摸一摸 定横的手 受伤的肋旁 让他不要疑惑 总要信 这个时候 多玛从 复活的耶稣 定横的手 受伤的肋旁 看到主耶稣 在十字架上的爱 同时看到 复活的主耶稣 他就是 神 他有复活的大能 是得胜死亡的神 他是神的儿子 就是神 所以这个时候 多玛的回复是 我的主 我的神 这是一个信仰的宣告 这也应当是 每一个信靠 自人信仰的宣告 我的主 就表明 耶稣是生命的主 我的神 是表明 这一位主 他才掌管宇宙万物的 我的主 我的神 耶稣对他说 你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 就信得有福了 我们要理解这段经文 首先 耶稣是肯定了 多玛的信心的 那没有看见 就信得有福了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 耶稣复活以后 生天前 四十天 前后向五百多人显现 让他们成为 耶稣复活的见证人 那以后信耶稣的人 不是要亲眼看见 耶稣的复活才相信 而是因着这些使徒们 门徒们 包括多玛的见证 就信了 这个正是主耶稣 自己所祷告的 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 也为那些 应他们的话 而信的人祈求 因为主耶稣要让人明白 信心不在于 所看见的 信心在于 所看不见 是在于神的应许 信心在于 神的应许 那没有看见的 就有福了 因为后来信主的人 他们是在主耶稣 这个救恩已经成就 我们把救恩 还要再说一遍 救恩是在十字架上 耶稣代替人时 并且从十里复活 包括耶稣升天 回到荣耀中 那在神的拯救计划当中 后来信主的人 在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 就由圣灵进入人的心中 就接受 也明白 耶稣已经复活了 所以后来信主的人 不需要经历 向门徒门 见到复活的耶稣前 哀哭害怕疑惑 产生信心上的纠结 不需要这样重复的经历 所以说 后来信的人有福了 但无论是当时的门徒 还是后来信主的人 都是靠主耶稣的恩典 都是主耶稣 写明在人的心中 人才能够相信耶稣复活 才能够信靠他 那我们看最后 因相信得生命 耶稣在门徒面前 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 没有记在这书上 但记这些事 要叫你们信 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因他的名得生命 另外行了许多神迹 没有记在这书上 但记这些事 所以这些事就包括什么事 这些事当然就包括 福音书上所记载的事情 当然就包括其他各种神迹 记载在书上的神迹 当然就包括耶稣 从死里复活这个最大的神迹 也是改变人类命运的神迹 那目的很清楚 写福音书这个作者的目的 就是为了叫你们信 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叫你们 这个你们是谁 这个你们当然可以指福音书的读者 那更广泛地讲就是 凡是听到 耶稣基督福音的人 愿意相信的都可以成为你们 那我们知道在使徒时代 第一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听到福音的多数是犹太人 那外主人当中呢 也有一部分是皈依犹太教的 他们对于神的应许是知道的 但谁是那个弥赛亚 他们不知道 弥赛亚如何成就救恩 他们不知道 所以约翰在这地方要特别强调 这位信靠的对象 耶稣 他的身份是谁 是基督 基督既是救主 也是生命的主 也是王 同时说 他就是神的儿子 因为神的儿子就是神 是与神同等 是圣子 那并且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这就是神的应许了 是给所有人 神的应许 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就有一个新的生命 从神而来的新生命 是个重生得救的新生命 是存到永恒的新生命 我们也知道 后来福音 就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 叫你们信基督 并且 叫你们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是向全人类的呼吁 凡信耶稣基督的 就有新的生命 所以在我们的思考讨论文 理题里面说 信耶稣 不是宗教 也不是理念上的信仰 是生命 你要么拥有 从神而来的新生命 要么没有 这是与上帝的一个关系 在我们当中 若是你还没有信靠耶稣的 我向你发出邀请 耶稣爱你 你愿意信靠他 他就给你这样的生命 有这样的人 你崇拜结束以后 你可以到台前来 我们可以交流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思想 耶稣从死里复活 并向门徒显现 把门徒从哀哭害怕疑惑当中 翻转过来 坚定信靠复活的主 并领受新的生命 我们 这就是我们的信息 那我们要来讲应用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讲 把忧伤害怕疑惑交托神 把耶稣复活的消息 告诉人 我们在生活当中 会不会有忧伤害怕疑惑 会有的举个手 我看没有人没有都会有嘛 生活有苦难的 有的 不信的人有苦难 信的人也有会碰到的 不同在于 在苦难中是否有出路 主耶稣应许说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在这之前 主耶稣说 他把这些事告诉他们 是要叫主的平安 在门徒们的心中 我知道我们当中 有好些弟兄姐妹 正在各样的苦难当中 我想举一个非常难的 他们他的苦难 或者他父母的苦难 比我们要深 但看神怎么来翻转 有一个人 他本来在医学院读牙医的 父母寄予厚望了 那后来呢 吸毒同性恋还贩毒 因贩毒还被关进监牢了 作为父母 你想想 有多么忧伤 有多么沮丧 有多么的失望 做母亲的 连死的心都有了 但主的恩典够用 后来母亲信主了 父亲也信主了 他们明白 耶稣基督的爱 是儿子的出路 他们不放弃 但坐监牢 你有没有办法陪伴呢 只有祷告 他们的儿子 居然在监牢的垃圾桶里面 台湾过来的说 垃圾桶里面 发现一本圣经 神怜悯 他后来信主了 他从存那里 神赐给他一个复活的生命 新的生命 他目前在神学院教书 是神学院的教授 袁又轩 就像诗歌里面说的 没有一个忧患 耶稣不能担当 没有一个痛苦怎么样 耶稣不能背负呀 复活的主要把平安 赐给我们 当我们交托主 我们必然看见出路 因为我们是复活的见证人 第二我们要分享的是说 把耶稣复活的消息告诉人 我让大家看一个地图 这个地图是罗马帝国的地图 非常的大 横跨欧亚大陆 欧亚大陆 从东边到西边 比美国的从东岸到西岸 要大 大得多 当时的人口有多少呢 六到七千万 占世界人口多少 四分之一 现在世界人口多少 八十一 四分之一就是二十一 当时的门徒 居然用短短的 三十到四十年左右的时间 用走路的方式 就把福音传遍 整个罗马帝国 当我们说 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耶稣从死里复活 救彼得救 你要知道 当那个时候 传讲耶稣复活 口里认耶稣为主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是犹太人 就会被赶出会堂 意味着你是罗马人 就有生命的危险 因为你否定凯撒是主 但即便如此 第一代的门徒们 因着耶稣复活了 靠着圣灵 就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 圣治生命 为福音做见证 那我们来把这两张图片 放到一起来看 左边的这张图片 告诉我们 神的爱高深 可以挽救任何罪孽深重的人 右边的这张图片 告诉我们 神的爱宽广 可以达到世界任何的角落 问题是 谁愿意为主去呢 你愿意为主去吗 我愿意为主去吗 到底是什么 在人的心中 做感动激励 当时的门徒 可以这样 我想保罗的一段经文 我们可以一起来念 原来基督的爱 激励我们 因我们想一人 既提众人时 众人就都死了 并且他提众人时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 死而复活的祖活 福音当初能够传遍 罗马帝国 是因为不止一个保罗 是有成千上万的保罗 愿意为 死而复活的祖活 我们要问问自己 我愿意为主去 为祖活吗 你愿意吗 如果你真愿意 有圣灵的感动 你可以站起来 一起跟我做祷告 祷告完 我们请四哥敬拜 回应四哥 爱我们的主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都是蒙恩的 我们是有福的 我们的有福不是因为我们 是因为你的恩典 你在创世之前 就设定了救恩 让一切信靠你的人 罪蒙圣免 而且有圣灵的同在 我们都是蒙了这样的恩典 我们看到第一代的基督徒 有许许多多像保罗一样的 愿意为你去 愿意为你活 所以福音可以传遍 当时罗马帝国 我们知道现在 现今世界上还有 几千个民族从来没有听过福音 不是因为你福音的大能不够 而是因为我们爱以不胜 主啊 求你翻转我们 让我们成为福音的见证 愿你自己的恩典被见证 愿你的名被荣耀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